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國際風雲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11月25號 星期六 三高代謝寶在眾多追求改善健康的人群當中 已經成為了值得信賴的選擇 這款產品專注於改善慢性健康問題 並以它的實際效果獲得了用戶的認可 台中的素牙醫師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面對長期的糖尿病問題 她通過使用三高代謝寶 成功將糖化血色素從8%降到5.8% 血糖得到了穩定的控制與整體健康狀況的改善 還有88歲的南投縣正老奶奶 在心臟支架手術的8年後 堅持使用三高代謝寶有效避免了再次手術的麻煩 據她介紹 8年間她的生活品質得到了顯著提升 能夠每天的外出散步享受生活的樂趣 三高代謝寶作為專業的健康輔助產品 在調節血壓 血糖和血脂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面對健康的長期挑戰 三高代謝寶可以為您提供有效的幫助 無論您正在經歷人生當中的哪個階段 選擇三高代謝寶就是選擇一個穩定可靠的健康守護者 歡迎訪問健康520網站了解更多詳情 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的休戰度過第二天 雙方的協議在出現延遲之後照常旅行 以色列國防軍表示 哈馬斯今天釋放的所有人質目前都已經抵達以色列境內 25日的早些時候 白宮與卡塔爾在通話中討論了人質執行協議的障礙 雙方談論了儘快解決障礙的機制 同時以色列政府也在為哈馬斯不履行協議的情況做準備 達成人質協議之後 哈馬斯恐怖組織公布了在加沙釋放人質的視頻 履行和以色列臨時休戰協議的一部分 雙方延誤的原因可能涉及哈馬斯存在違反協議條款的舉動 消息人士25日對《以色列時報》表示 哈馬斯在沒有釋放母親的情況下釋放了一名兒童 違反了停戰協議的條款 在這之前哈馬斯在協議中同意將一個家庭的母子一同釋放 以色列消息人士說 一名12歲的女孩羅特姆今晚獲釋 但她54歲的母親拉亞仍作為人質被關押 這種差異是今天早些時候產生延誤和分歧的原因之一 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哈加里少將表示 在哈馬斯拖延之後 今晚從加沙地帶釋放人質的努力 取得了重大進展 努力帶回人質是我們的道德和倫理義務 我們決心以任何方式實現這個目標 哈加里還表示 在人質真正回家之前 一切都不是最終的 因為以色列正在與一個邪惡的恐怖組織 進行間接談判 他強調說 我們將通過任何方式接回人質 無論是通過協議 還是在戰爭的下一階段 如果不履行協議 我們將重新投入戰鬥 按照目前的協議 排除通過其他渠道釋放的外國人質之外 以色列還有二十多名人質 需要在未來的兩天中被接回 也是在同時 哈馬斯想盡一切辦法試圖延長停火 哈馬斯聲稱以色列違反停火協議 試圖拖延休戰時間 25日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召開與國家安全負責人的電話會議 討論如果哈馬斯不按照停火協議行事 違反釋放人質的話 以色列將採取的下一步動作 參與會議的高層包括國防部長加蘭特 戰時內閣部長甘茨 情報部隊摩薩德局長巴尼亞 以及國內安全局辛貝特局長巴爾等高官 據YNet報導 埃及和卡塔爾都在竭力挽救這次停火協議 報導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話說 以防不知道問題是否都能夠得到解決 卡塔爾外交部發言人安薩里25日告訴CN表示 卡塔爾希望將休戰期延長到商定的4天之後 從而就剩下的協議進行更認真討論 釋放更多的人質 安薩里說 人質的名單每天都會發布 我們現在正在等待第三天的名單 遺憾的是我們無法提前知道誰會出現在這份名單上 同樣他無法確認休戰第三天是否會釋放任何美國人 在第一天擁有美國國籍的一名女孩獲得釋放 美國目前還有9名人質仍然被關押 在國際領域 內塔尼亞胡政府25日強烈抨擊了西班牙與比利時領導人 對加沙地帶局勢的評論 在一天前西班牙左翼領導人桑切斯和比利時領導人德克羅 造訪了拉法邊境口案 期間兩人抨擊以色列對加沙走廊的平民進行攻擊 《國家報》報導說 桑切斯聲稱 以色列肆意殺害了數千名加沙兒童 襲擊無辜的平民 對此以色列外交部長科恩抨擊說 這些言論是支持恐怖主義的虛假言論 內塔尼亞胡也發布了猛烈的抨擊 他在X平臺上寫道 兩位歐洲領導人沒有讓哈馬斯對犯下的反人類罪承擔全部責任 事實上他們屠殺了以色列公民 並利用巴勒斯坦人作為人盾 中共政府在25日聲稱 美國的霍珀號驅逐艦進入中國南海領海 中共軍方南部戰區官方微信公眾號當天發布消息 煽動所謂的美國海軍軍艦未經批准進入南海區域的主張 長期以來美軍的船隻在南中國海區域實施自由航行 這些區域被鄰國認為是爭議海域 普通社報導指出 幾天前中共指責菲律賓招募所謂的外國軍隊在南海巡邏 而實際情況是菲律賓和美國軍隊自21日以來 一直在菲律賓與中共的爭議海域實施聯合巡邏 近期中非兩國在仁愛礁附近的對峙顯著升溫 為了抵制中共在地緣領域的野蠻侵擾行為 在這週 美國和菲律賓在南中國海進行了空軍和海軍的聯合巡邏 軍事活動在23日達到頂峰 中共官方媒體宣稱 在為期三天的美飛聯合海上空中巡邏期間 中共軍方在南海保持高度戒備 南中國海的領土爭端涉及中國 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和越南等多個主權國家 這些國家在這個地區的島嶼和海洋主張上與中共有衝突 之前海牙國際法庭曾宣判 中共並不擁有它聲稱的九段線海洋主權 但中共當局不予理睬 美國國務院表示 11月早些時候 美國和中共就包括有爭議的南中國海區域在內的海事問題舉行了會談 美方強調了對中方在那裡進行危險和非法行動的擔憂 美國斯坦福 葛迪安諾特中心的專家 退伍上校鮑威爾對BBC表示 在今年 外界見識了更多的問題 菲律賓政府開始向當地媒體提供更多的與中共船隻相遇的影片 這項打開了一盞燈 去展示中共的灰色地帶操作 中共政府縱容貪腐 損害民生 中國社會反抗的聲音高漲 在以往的一些小粉紅聚集的網站也傳出了反對中共的聲音 近期 中國虎鋪網站傳出了娛樂沖塔的消息 在一個百家性打分頻道 大量網友似乎刻意給習性勢打最低分差評 在平臺刻意隱藏習性勢之後 取而代之的是雕性勢被打最低分 頁面下方還有網友評論調侃說 最害怕的一集來了 分還是太高了 網友的行動最終導致虎鋪網站不得不下架百家性打分頁面 中國網友表示 虎鋪 前幾年是個愛國粉紅大本營 如今變成了反賊沖塔娛樂中心 說明什麼 說明前幾年的大學生們開始紛紛走進社會了 連虎鋪用戶都沖塔了 可見形勢確實在變化 24日中國社交媒體微信公眾號基本常識的作者 擁有27.3萬粉絲的向棟梁在微博上實名舉報胡錫進違法翻牆 不過這次舉報最終還是失敗了 25日他的個人賬號遭到禁言 給出的理由是違反相關的法律法規 據瞭解 這次實名舉報的起因是在24日 汶川縣法院發布了一段影片 明顯帶著恐嚇網友的意思 其中政府官方強調說 只要你在國內使用翻牆軟體 不管目的是什麼都屬於非法行為 並聲稱 破網軟件使用者會落入敵人陷阱 這個影片把本來就很模糊的所謂翻牆罪進行了釋法 稱其為一種黑客攻擊行為 可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在這之後 香東梁向平安北京舉報胡錫進 說退休人員胡錫進有違法翻牆行為 並且引用了汶川縣法院的貼文 但沒想到他自己卻遭到禁言 針對這件事網友感慨的評論說 平安北京果然很有效率 馬上解決了群眾的問題 也有人說 穿著皇上給的黃馬甲的太監 你也該惹 胡公共是奉紙翻牆 但這個紙不能公開 看來中國的法律是靈活的 有選擇性的 也有在中國體制內工作的年輕人 選擇曝光中共內幕 在23日 署名元金的年輕人 在海外網站曝光機關單位的情況 說他在擔任機關單位臨時工的期間 親身感受到了中共的邪惡 身心俱疲 他說 在這個機關單位有幾年的經歷 直觀的瞭解到了共產黨的邪惡 共產黨強制我們關注一堆沒有用的公眾號 一天到晚就是點贊轉發評論 填一堆沒用的東西 開一堆沒用的會 占用正經工作和8小時以外的時間 尤其是到了每個月底 就催命一樣的催促我們去做這些 疫情期間各種爛事更是折騰的我苦不堪言 每天受著巨大的工作量 以及來自共產黨和老百姓的甲板器 一下班回家就身心俱疲 在受夠了這樣的惡性循環之後 元金將一份聲明發到了大紀元海外退黨網站 宣布退出共青團和少先隊 他說 真心希望早日擺脫這個難受的 痛苦的焦慮不安的環境 元金也表示 在他身心俱疲之際 念誦法輪大法的九字真言 給他在疫情當中帶來巨大的幫助 在文章的最後 他寫道 我聲明退出邪惡的共青團 少先隊 也希望李大師能夠加持我力量 保護我順利脫離中共的折磨和控制 法輪大法好 真善人好 隨著戰爭時間的推移 烏克蘭面臨著維持足夠軍事人員的挑戰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烏克蘭分部24日的報導 自2002年2月份俄國入侵烏克蘭以來 大約有65萬名18歲到60歲的烏克蘭應徵年齡男子 離開烏克蘭前往歐洲 報告引述歐盟統計局提供的數據表示 目前有超過50萬名男性難民居住在27個歐盟成員國 以及瑞士、列治敦士登和挪威 其中許多人是無症滯留 在德國 估計有10萬名沒有登記的烏克蘭個人居住在德國 而在奧地利 至少有14000名烏克蘭男子 透過偽造證件或走私者的服務抵達那裡 根據烏克蘭當局之前頒布的戒嚴令 除了少數特例之外的18歲到60歲的烏克蘭男性不得離開烏克蘭 因為他們可能會被徵召入伍 統計數據沒有提供作為3個孩子的父親、殘疾人 或者其他符合條件前往烏克蘭境外旅行的男性數目 也沒有具體說明可能從俄軍暫時佔領的領土前往歐洲的人數 報導也引述最近的報告表示 近2萬名烏克蘭男子設法逃避征兵 尋找各種途徑離開烏克蘭 在今年早些時候 執法官員發現了一起涉及偽造 意料證明的大規模逃兵計畫 據報導 當時涉案人員收取7000到1萬美金不等的費用 以提供虛假證明 這種證明顯示當事人因為捏造的健康狀況不適合服兵役 自俄國全面入侵開始以來 大約有620萬的烏克蘭難民離開本國 歐盟聯合協調中心警告說 目前烏克蘭人口徘徊在3500萬左右 未來30年內 烏克蘭人口可能會降到2900萬以下 在俄烏戰場前線方面 24日 烏克蘭官員報告說 俄軍對阿夫迪夫卡方向發起的最新一輪進攻 勢頭已經比10月份的前幾輪進攻有所減弱 22日 烏克蘭摧毀了3輛俄羅斯坦克 和7輛裝甲車 而在10月19日的一輪襲擊當中 俄軍在阿夫迪夫卡的襲擊期間 損失了50輛坦克和100輛裝甲車 目前俄軍似乎開始依賴由步兵主導的進攻 來彌補重型設備的損失 這樣的做法導致烏克蘭的前線防守軍隊的壓力增加 但是會導致俄軍在這個地區的整體推進速度快速減緩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22日 在國際線上會議期間宣布 德國和法國將領導20國聯盟 進一步幫助烏克蘭發展防空系統 這個做法將挽救生命和資源 允許更多的烏克蘭公民從國外回國 並剝奪俄國恐嚇烏克蘭的能力 資本充裕的歐洲國家瑞士尋求舉辦首屆涉及全國地區的冬季奧運會 在這之前瑞士曾經多次在深奧問題上遭到了國內的否決 彭博士25日報導說 為了說服反對者 當局使用低價提議贏得了支持 瑞士當局表示 這次奧運將是有史以來成本最低的一次 奧運會通常是造價高昂 即使是在20多年前 美國鹽湖城在奧運會上的花費也高達22億美元 24日瑞士體育聯合會一致投票批准了申辦奧運計畫 為2030年冬奧會的16億美元提案掃清了道路 儘管瑞士自1915年以來一直是國際奧委會的主辦國 而且瑞士度假聖地聖墨里茨是冬季旅遊業的國際發源地廣為人知 但是當地公民的懷疑情緒已經破壞了之前至少三屆 冬季奧運會的申辦 聖墨里茨曾兩度主辦奧運會 但最後一次是在1948年 瑞士的民眾希望節減開支 並且把資金用在更關鍵的地方 不過這次全國範圍的低價冬奧會顯然是贏得了民心 在8月份政府委託進行的一份調查顯示 有三分之二的瑞士人會支持政府的申辦活動 人們認為冬奧會在全國範圍內舉行 並不是某個地區單獨負擔成本 同時這樣做可能會促進多個地區的經濟活動 2024年夏天國際奧委會將選出2030年和2034年冬季奧運會的舉辦地 如果申辦成功 開幕式和閉幕式計劃在洛桑和瑞士首都博爾尼舉行 瑞士需要翻新過去的一些錦標賽場館 同時政府也表示不會建造大範圍的奧運村 學者認為這可能會結束奧運會的虧損印象 史密斯學院體育經濟學教授金巴利斯特表示 瑞士有機會實現收支平衡 因為他沒有承諾在國內進行新的建設 他說僅僅因為你主辦了奧運會 並不意味著你必須賠錢 這期的國際風雲就到這裡了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訂閱還有轉發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祝您週末愉快 下次節目再見